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起中国近代小说流派 那就不得不说到鸳鸯蝴蝶派 在这个流派的佼佼者中 便有一位张恨水 张恨水安徽省前山县人 原名张新远 少年时偏爱中国古典文学 在他的小说里 有着许多经典名著的影子 可见影响至深 张恨水笔下迷情 无论是金粉世家 还是啼笑姻缘 都引起了极大轰动 一时间洛阳纸柜 比如鲁迅先生的母亲 就特别喜欢张恨水的小说 逢出必看 张恨水对于男女之间感情的拿捏 对于痴男怨女的爱恨纠葛 写得细腻无比 让人潸然泪下 而张恨水自己的感情世界 也是一搏三折 张恨水年少时心高气傲 面对感情自然是渴望 找一个情投意合 对隐畅谈的伴侣 只是她的前两次婚姻 都不甚如意 寻找良人的愿望 一直没能实现 直到遇见周淑云 1931年 在北平春明雨中 举办的一次赈灾游园会上 那时的张恨水 已经凭借啼笑姻缘名声大造 自然不乏迷媚 很巧的是 周淑云就是其中之一 那时她还是该中学的学生 她喜欢京剧 喜欢张恨水的小说 在这场游园会上 张恨水与周淑云上演了 御堂春中的一场对手戏 赢得满堂彩 周淑云从没想过 自己有一天能与偶像同台 张恨水 张恨水此后也总会想起眼前的女子 那空灵的戏声 那摇曳的身影 轻歌漫舞 张恨水第一次如此胶着和思念一个人 于是写出了第一封信 夹带在自己写的小说 村民外食里 寄往村民女中 信中写道 周小姐 很想听到你的高见 如果有什么看法 请于周末到北海公园的茶寺里面谈 自古文人多骚客 张恨水也不例外 以文会友倒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就像《围城里》写道 一借一环 一本书可以做两次接触的借口 而且不着痕迹 这也是男女恋爱的必然步骤的初步 一借书问题就大了 张恨水的赠书也是如此 收到这样一封信的周书云 万分激动 自己仰慕的大家 居然给自己寄书 还提出见面的请求 这封信如同一颗瓦砾 在她的少女心中泛起了涟漪 那天张恨水满怀期待 走向约定地点 却发现周书云早已到了 她身着淡雅轻衣 满脸羞涩紧张 北海公园的游州上 两人侃侃而谈 丝毫不像是第一次见面的人 更像是多年未见的好友 在交谈中 张恨水越发喜欢眼前的这位女子 知性 单纯 学识渊博 张恨水等到了 这个眼前人 才是他要找的人 周书云 才是他理想中的伴侣 我们能够永远在一起吗 相处不久后 周书云向张恨水问道 因为她发现 自己爱上了这位文采斐然的大才子 交往过后 内心萌动的情愫不断胶着 让她无比痛苦 她需要一个答复 一个肯定的答复 张恨水沉默了 她用沉默掩盖自己内心的狂喜和担忧 狂喜是因周书云 不在乎比她小十几岁 愿意与她相守 担忧是她有过两段不美满的婚姻 她有必要告诉周书云 面对她 张恨水只能全盘拖出 如实相告 我知道 先生 但我也不在乎 只要你对我好就行了 只要你对我好就行了 这一句轻微的话语 让张恨水再也无法抗拒内心的狂喜 周书云很清楚 张恨水的过去 她不曾参与 也无力改变 但余生只要是她就好了 名分又算得什么 周书云的坦诚 坚定了张恨水的决心 两人便就在一起了 这距离 他们在春明雨中第一次相见 仅仅仅仅过去了两个月 不久 周书云不顾家人反对 坚决要嫁 最终 家人只好任由她去 成全了他们的婚姻 这一年 这一年张恨水三十六岁 周书云十六岁 他们相爱了 他们等到了彼此 毋庸置疑 美好的事和要等的人终究会到来 而当她来晚 也不视为一种惊喜 结婚之后 张恨水给周书云改名 从诗经中的周南少南 各取一字 取名周南 从此 世间再无周书云 唯有一周南 弹琴看戏 吟诗作对 对酒当歌 这才是张恨水要的伴侣 周南唱戏 张恨水就是她的听众 周南写诗 她就会拿去一月 她写小说 周南就会是第一个读者 这种契合 让彼此踏实 安稳 张恨水得到了爱情 她理想中的 绿衣捧艳 催蹄卷 红袖天香 伴读书的生活 因为周书云的到来 而得以实现 这一对老少配 在当时引来不少非议 被不少人 说成风花雪月 鸳鸯蝴蝶 面对这些流言蜚语 张恨水 张恨水从来都是一笑之之 爱情美满的张恨水 小说也越发写得精彩 其中最忙的一年 连写六部小说 各种报馆的编辑 分之踏来 只为求得一幅篇章 张恨水忙的时候 都是一首打麻将 一首写小说 可谓财技双绝 抗战爆发后 张恨水把周南和儿子 送往安徽老家避难 自己则去重庆大后房 继续创作 以笔带枪 但周南实在放心不下 带着他们的儿子张二水 在战乱中奔赴重庆 只为一家团圆 在重庆 他们一起度过了 那艰难的八年岁月 抗战胜利后 一家人回到北京 但不久后 张恨水便突患中风 身体大不如从前 连提笔写字都无法做到 这种打击 对于一个搞创作的人来讲 是致命的 她开始变得孤僻 焦虑 郁郁寡欢 这一切都如同刀 搁在周南心里 她只好不断开导她 陪她散心 跟她讲话 周南每天会在她耳边 细意呢喃 讲述着过往 还有他们的爱情 也许是这份真情 让张恨水感动 她的中风 渐渐好了起来 恢复之后 她又继续投入到 艺术创作中 可是她不知道的是 在她患病的这六年里 周南为了照顾她 而疾劳成疾 最后查出罹患乳腺癌 这一切 她都没有跟任何人讲 她怕张恨水担心 更怕失去 直到无法忍受病痛 卧床不起 张恨水才知道 妻子早已身患重疾 现在换她来照顾对方 张恨水终日在床前守候 但极少言语 夫妻二人四目相对 就像是在用眼神 传递着话语 面对孩子的疑问 张恨水说道 你们年轻人 不懂老年夫妻的感情 青年人形影不离 又说不完的话 可是我和你母亲不然 整天讲不了几句话 因为话已经多余 交流不需要用语言表达 现在你母亲躺在床上 我坐在这屋里 她知道我在 我知道她在 就够了 1959年10月14日 周南病逝 从此 张恨水成了一个孤单的人 心中的万千话语 却是再也找不到 一个可以倾诉的人了 失去了周南的张恨水 如同失去了灵魂的躯壳 见空无风 见花不喜 时常一个人 在周南墓碑前坐着 念着她写的诗 一坐就是一整天 她把合影放在床头 每天思念着 呢喃着 曾经周南对她说过的情话 如今她会一遍遍 念给床头的那个人听 对着空气 她依旧能抚摸到 那张青涩的脸 她 一直不曾离去 1967年2月15日 张恨水病逝 在那个世界 终于可以相见了 终于可以念很久的诗 说很久的情话 张恨水的一生 对徐文书的欠 对胡秋霞的愧 对周淑云的情 夹杂着太多的难言 正如她的长孙 张继说 我爷爷张恨水 一生娶过三个妻子 作为张恨水的后人 我们不愿用世俗的尺子 去衡量她 更爱哪一个女人 爱也好 恨也罢 回也好 气也罢 在爱情的世界里 年少的我们 都渴望寻求一个答案 可是老了的时候 才会发觉 其实爱情里 并没有所谓的答案 爱就是一瞬间点燃的火柴 要么月发光亮 要么一滑成灰烬